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429章 邪恶 墨州惊骇地看着夜选 这是什么剑意 刚才那一瞬间 他脑中竟然充满了邪恶的念头 整个人心神都被影响 墨州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夜选 这一刻他才发现 自己原来大大嘀咕了 眼前这少年人 夜选面向墨州说 鬼门在哪里 听到夜选的话 墨州回过神来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夜公子 我知道你就没心切 但是 我有必要提醒你 这鬼门很不简单呢 夜选轻声说 前辈只要告诉我 鬼门在何处变客 墨州低声一叹 然后说 鬼门在 卫阳城北面三千里外 一座鬼山之上 夜选起身就要离开 墨州突然说 不知夜公子 可否听我一言 夜选停下脚步 前辈请说 鬼门并不简单 他们虽然在天狱 不如独孤家 还有骨家那么有名 但是 这只是他们 隐藏实力的缘故 你想 他们能够 无声无息 从骨家手上抢人 你觉得 他们会见他们 夜选轻声说 前辈若是有什么 想告诉我 我吸耳恭听 并且 铭记自清 墨州看了一眼夜选 他等的就是夜选 这句话 当下说 夜公子 魏阳公与圣地等势力 是明面上的势力 而这其中 魏阳公自然是第一 而鬼门 就是暗地里的势力 而暗势力之中 他们仅次与白衣做 也就说 他们相当于圣地 当然 真正的势力 不得知 说到这里 他微微一顿 又说 而且 他们也做生意 当然 都是一些死人的生意 连魏阳公 都在与他们做生意 包括我白小阁也是 什么生意 买卖灵魂 或者塑造魂魄 炼制尸体 塑造鬼体等 总之 他们影响力也极大 叶玄微微点头 明白了 说完 他转头面向 独孤轩 你留下 独孤轩欲言又止 最终 他点了点头 叶玄轻声说 前辈 劳烦了 慕周看了一眼 独孤轩 然后说 放心 我白小阁 会护住他的 叶玄微微点头 多谢 说完 他带着帝犬 直接消失在房间之中 慕周看着叶玄离去的方向 沉思着 不知在想什么 卫阳城外 帝犬突然说 不怕白小阁对他不利吗 叶玄轻声说 我若活着 他们就不敢 四周有人跟着 叶玄沉默平革 然后说 白小阁应该是想看看 我的底牌 不仅他们 许多势力都想看看 我的底牌 帝犬看向叶玄 大哥 你底牌究竟是什么呀 能不能也给我投个底呀 你怕了 帝犬怒道 跟着你能不怕吗 从开始到现在 你说说 有多少人要杀你 一开始 他觉得跟着叶玄也没什么 反正三年过去就可以离开了 但是现在他发现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这小子太能惹事了 几乎每一天都在打架呀 而且敌人越来越强 越来越多 这样下去 自己怕是要被这家伙给坑死了 叶玄轻声说 帝犬前辈 请放心 我有后代的 帝犬看了一眼 叶玄 他可是已经离开 你还有什么底牌啊 前辈帮我 我铭记于心 帝犬低声一叹 小子 这段时间来 我发现事情越来越不简单 打你主意的太多了 现在暗中 至少有三十位圣禁强者 说到这里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要不你把他叫回来 这个他自然是简自在了 叶玄心中无语 我也想叫我 问题是去哪儿叫我 叶玄正在说 不叫 这点小事若是都麻烦我姐 那我也太没出息了 说到这里 他看向帝犬 你也会被他看轻的 不一会儿 叶玄和帝犬来到鬼山了 阴森荒凉 这就是叶玄的第一感觉 整座鬼山并不是很大 但是四周阴森无比 因为整座鬼山之上 到处都是坟墓 一座座密密麻麻的 一眼看去很是惊心 而且整座鬼山的头顶 也是一片乌云遮住 让他整座鬼山 显得更加隐散 阴风阵阵 刺骨无比 地圈扫了一眼四周 就说 此地有些不简单 叶玄微微点头 他抬头面向鬼山之上 在下叶玄 想向鬼门讨一个人 沉寂一顺 一道声音自山顶响起 滚 叶玄转头看向地圈 炸山 地圈猛的一巴掌 拍在地面之上 整个地面剧烈一颤 紧接着地面开始崩裂 并且朝着远处的鬼山 蔓延而去 就在蔓延到鬼山山脚下时 一道虚影悄然出现 虚影右脚轻轻一跺 地面再次一颤 地圈释放出去的那股力量 瞬间消失了 虚影双手负在身后 叶玄 我鬼门可谓招惹过你 你发个什么疯 叶玄说 我妹妹应该在鬼门手中 对吗 嗯 虚影说 你妹妹 叶玄点头 我叶玄也无意和鬼门为敌 还请鬼门归还我妹妹 我感激不尽 虚影沉默片刻 然后说 那小女孩是你妹妹 闻言 叶玄右手缓缓地紧握 果然叶玄就在对方的手中 当下 她点了点头就说 正是 还请鬼门归还我妹妹 我叶玄感激不尽 虚影弹上说 你来晚了 我们已经将其炼制成鬼体 你走吧 鬼体 叶玄沉默了 不远处熏影说 你不信 我给你看看 声音落下 她右手一挥 她面前出现一个小女孩 此人正是叶玲 叶玲全身僵硬 脸色发青 双眼紧闭 没有半点生命气息 叶玄静静站着 她眼中泪水宛如绝地一般有重 不远处地圈脸色一沉呢 她知道 要出大事情了 就在此时 叶玄突然抬头 她猛地睁开双眼 眼眶之中 两道剑光电射而出 远处 虚影并止一点 轰个一声 两道剑光直接崩碎了 就在这时 叶玄已经冲到她的面前 下一刻 一并剑自她头顶一盏而下 虚影脸色一变 抬手一横 一道黑光直接挡住了 叶玄这道剑光 空中 叶玄突然猛地一声怒吼 剑往下一压 那道黑光瞬间崩碎 虚影连连爆退 而叶玄则是一把抱起地面的叶玲 然而当她抱住叶玲的时候 叶玲直接虚幻消失 假的 叶玄呆了呆 下一刻 她抬头面向远处的熏影 宛如野兽般怒吼 向她给我 声音落下 她直接消失在原地 场中 叶玄所过之处 空间寸寸崩离 远处那道熏影 有些难以置信地说 你是个什么怪物 此刻的她 心中无比的震惊 应该说是震撼 她可是圣经巅峰啊 然而刚才叶玄那一剑 竟将她震退 不仅如此 叶玄竟能够如此轻而易举的撕裂空间 这可是无上之境才能够做到的 而叶玄现在不过是气变境 她这实力跟境界是完全不符合的 不仅虚影震惊 就连一旁的地犬也有些震惊了 叶玄展现出的实力和境界 实在是太大的不符合 远处 当叶玄出现在那道熏影的面前时 熏影突然消失 而叶玄头也不回的 往后就是一剑 一剑刺后 一道熏影直接被她一剑撕裂 但下一刻 叶玄四周出现无数的熏影 远处 地犬脸色也变了 就要出手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叶玄周身突然出现无数气剑 下一刻无数剑光在她四周纵横交错脚上 那一片空间顿时响起无数的切割之声 一却愣住 而这时 远处一道熏影连连暴退 这一退 直接退到叶玄对面摆仗之外 须影连暴退 须影有些难以置信的声音响了起来 突然想起 气偏激 竟能将气 运用到这种程度 哎呀 当真是有捏呀 确实啊 能够培养出此等天才 此人身后势力 必定不简单的 废话 不然独孤家和骨家 怎么会被灭呢 特别是骨家 那可是大作 看吧 看看这叶玄还有什么底牌 如果只是这么点底牌 他还是活不过今天的 远处 叶玄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这一步踏出 他面前的三柄器件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虚影的面前 直接穿梭空间 虚影脸色一变 他猛地朝前一排 一道黑光 自他掌心中清晰而出 而就在这时 那三柄器件突然消失 下一刻 他左右两边以及后方 突然出现一柄箭 下一刻 三柄箭猛地自他虚影身体中 一传而过 而虚影却朝后连退摆仗 他抬头面向远处的叶玄 不得不说 我小瞧了你 不过 你真以为区区弃剑 就能够杀圣经 你 就在此时 叶玄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下一刻 一柄箭笔之斩下 虚影冷冷一笑 一拳轰出 而当他一拳轰出的那一刻 他脸色瞬间大变 因为叶玄的剑不知何事换了 一柄漆黑的剑 这一剑斩在虚影拳头之上 一瞬间 虚影身体直接僵硬在原地 与此同时 一道黑光自虚影体内飞出 然后被吸入叶玄的剑之中 叶玄一把抓住虚影的脑袋 然后猛地一扭 虚影的脑袋硬生生被他扭了下来 叶玄提着那颗血淋淋的脑袋 直接朝着远处的鬼山冲了过去 都给老子死 都得死 你们都得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剑独尊》 下集更精彩 《一剑独尊》 《一剑独尊》 《一剑独尊》